可是于将军啊 我们这次在拜登出访的时候 我们发现BBC竟然做了一篇 非常详尽的报导 他说我们 空军一号我们很熟悉 都听过 还拍摊电影 他说其实 说美国除了空军一号之外 还有海军一号 还有陆军一号 然后呢 只要美国总统的坐车 他别名叫做野兽 其实这个空军一号 大家可能看电影都认为说 空军一号是不是有固定一架飞机 天号动动腰 其实不是啦 不是吗 只要是美国总统坐上那一架飞机 就叫空军一号 他就算坐小飞机 他也叫空军一号 只要他 他真的是一个呼号 就是一个无线电通信的呼号 只要是美国总统坐上那一架飞机 就叫做空军一号 那坐上那一艘船呢 就叫做海军一号 坐上海军的直升机 也叫海军一号 坐上陆军的指挥装甲车 他就叫陆军一号 而且这个空军一号 你看我们看里面的东西 非常非常 设备非常非常丰富的 你看他的安排是合理的 合理的 因为你看总统的设房间跟建设房在最前面 可是闲杂人等 不好意思媒体大哥 我不是讲你 对他来说国安的条件 闲杂人等媒体就放在最后面 所以他中间是完全隔开来的 然后中间有包含特勤的休息室跟会议室 所以确实台湾也是这样比照吗 台湾的空军一号应该没有这么好 没有这么好 因为其实各国的总统的坐机坐车 还有他的相关的配备勤务 那个就跟我们去参加金马奖一样 参加金马奖金像奖 你看那个女星下来比什么 比穿着行头 他穿的是Prada 他穿的是怎么样 走红毯 我们是华航里面 对对走红毯的非常的风光 那男星去参加这些颁奖的坐车 对 哇他是保时捷的 他是Porsche的 他是什么 那各国的元首参加国际性的场合呢 就是比他的为安正丈 所以美国说他的坐车叫做野兽 有这么夸张吗 美国这种坐车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坐车 有这么厉害吗 这个如果可以让我们一般的人 看出来他很特别 他就不厉害了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高手 隐藏在人群之中 他这一座车看起来 这不就是一部凯迪拉克吗 这就不是一部一般的 稍微加长型的车子 我哭500万 对 那大概500万了不起了 对不对 可是这台车 他的造价150万美金 150万美金 还粗估 大概是这么多 我们一部云豹假车多少钱 你猜猜看 大概220万美金 他几乎就是移动的云豹假车 他等于是一部假车的造价 而且还是先进的造价 假车还八轮 他只有四个轮子 可是这四个轮子 每个轮子都不得了 他的轮子你用一般的子弹 是打不穿的 就算你打破了 他也不会泄气 他里面有钢圈撑着 他其实是跟飞机下面 十字轮的是一样的 他的这个里面打气 只是让总统坐起来 比较舒服而已 他真正的 就算你用把它打破了 他也不会泄气 也不会变扁 他可以继续行走 因为他里面用钢圈撑起来 然后他本身的钢板 也跟一般的车辆不一样 就了不起Vovo等级 那就Vovo就是大概 了不起1英寸嘛 了不起了 对 1英寸 他这个最厚的地方 厚达8英寸 你说这跟M1 A1的战车 是同样的钢板 跟M1 A1前面的位置 是一样的 前面是要防破击炮的 对 不是上面的 上面是软的 上面比较薄 它的前面车子的四周都是一样 它全车最薄只有屋顶 它的屋顶也将近6英寸厚 这比我们的云豹假车还厚 我们云豹假车 大概才5英寸而已 它有6英寸 可是这么重的车 它到底有多重啊 底盘受得了吗 对 它的底盘 也跟一般的车辆不一样 它是我们一般是所谓悬吊 它是一压悬吊加拱形钢板 它才撑得住 可是现在听说 它这个底盘 号称啊 因为这是凯迪拉克 对不对 它照理来说 应该是用凯迪拉克的底盘 轿车底盘 可是呢 说它现在里面竟然用GM 等于是用货车的底盘 来支撑它 它还不是用一般GM的货车底盘 它是用强化的皮卡的货车底盘 它才撑得住这么大的重量 它将近快10吨了 这台车子 所以说其实你看 我们看美国总统整个出来 包含它的飞机 包含它的直升机 甚至包含它的车子 坐车 你说它连后面这里面 都有血液来做备用的 传说它的后车厢 里面有一个传奇的救护包 里面救护包有当任总统的血液 它就表示可以在里面 做紧急的速写 它真的有状况 你不用到处找血液 它有在里面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车辆 它还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底盘 屋顶 玻璃是全防弹 它不是防一般的手枪弹 不是防弹手枪弹 是防穿甲弹 防穿甲弹 它是防穿甲弹 也就是说你的车辆 你想打穿它 你先打穿这个渔豹甲车 你先打穿史翠克的这个 这个多人的甲车 你再想打穿它 它是打不穿的 而且最主要是 它的引擎 跟一般的汽车引擎也不一样 它是V型全涡轮引擎 所以它吃的油也不一样 柴油 一般我们的汽油是吃柴油 吃98是什么 它是吃JP4 JP4是怎么样的油 比照航空用油 所以它的动力才会这么快 它的爆发力很强啊 它的爆发力非常强 所以你说 这个车看起来很笨重 你保时捷追它追追看 你还真追不到 你还真追不到 它是涡轮 一般的涡轮增压 是一般的汽车 它是飞机等级的 是 你讲完后 我都想当美国总统 这是一个国力的展现 谢谢